欢迎收看生活快通 大家好 我是雨晴 现在人因为少子化 生的少 所以每一个人呢 这个家里的小朋友 其实对他们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宝贝 但也有人统计过 其实真的在台湾的过敏儿 其实每三个人当中呢 大概有两个疑似 就是所谓的过敏儿 这过敏的比例这么的高 很多的家长朋友 可能都在想说该怎么办呢 到底过敏是不是可以预防 或者是呢 该要如何寻求正确的管道 来做最好的一个 对过敏源做最好的一个控制呢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呢 是这个小而过敏专科的一位专业的医师 请他好好的来跟大家谈一谈 有关于小而过敏这一块的一个领域 好 欢迎我们的王医师 王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我们的王医师 其实本业应该算是耳鼻耳科 是的 对 然后后来其实真的就是 对于所谓的小而过敏的 这一块的领域是特别的专严了 听说跟您自己本身亲生 从小到大的环境也有关系 您遭遇过 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 您也是过敏儿吗 对啊 本身过敏还蛮严重的 鼻子过敏 这个从小困难 困难我很久很久的时间 每到冬天那个 桌上一包卫生纸 就是醒到整个 卫生纸都比食物还要多的情况 特别是我对食物也有产生过敏 特别是酒 很酒精的一些料理 或者是饮料的东西都不能碰 所以你是后来才发现 还是因为不小心 误食了酒精的东西才发现 不小心喝到 就有一年出国去自助旅行的时候 然后在国外因为玩得比较开心 然后就喝了一杯啤酒 年轻嘛 对对对 才一杯 一杯而已 那当然我回去就开始 全都开始养 一直抓 抓到最后 隔天早上起来 第一个我脸肿得跟猪头一样 第二个我身上 全部都起那个水泡 然后那个我同行的那个朋友 吓到了 他赶快把我送去医院 酒生医院打了针 然后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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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完之后 医生跟我说你对酒精过敏 然后就老回家 所以这是一个蛮惨痛的经验 所以从此之后滴酒就不敢沾了 对 酒精的东西基本上都不能碰 药膳的部分也不行吗 药膳也不行 那如果接触到一边所谓什么药用的酒精 因为你是医生啊 药用酒精怎么办 对啊 酒精到还好 就是我碰到的反而其实没事 皮肤碰到没事 对 喝下去吃下去就不行 OK 不过刚刚有讲 您从小自己本身就是过敏儿 对对对 那鼻子的问题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小朋友 其实也是 你自己本身的惨痛的经验 除了喝酒那一次 鼻子的部分 另外我觉得就是 我对有一些东西 吃的东西会会有点骚痒 但是没有很严重 比方说像芒果 对 芒果 而且有吃多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 脸会稍微有点痒痒的 那种刺激的感觉 这个也是曾经发生过的 一个似乎过敏的一个情况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跟过敏有关 比方说现在过敏儿 为什么这么多 当然除了环境 城满啊等等 可能很多人在想说 这是跟遗传有关 听说在家里 您自己本身家族的成员当中 不止你一个人在过敏 还有别人 对啊 我们家里面像我的爸妈 跟我一个妹妹 他们都是有过敏的一个体制 那现在我的下一代 我老婆是过敏体制嘛 那你也是 对 我们下一代 有两个女儿都是过敏 都是过敏儿 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你特别在小儿的 这个过敏专科的部分 有特别的专严 对啊 因为自己的经验 然后也希望小朋友可以 之后能够摆脱一些 过敏的一些困扰 所以这部分我就是花了一些 一些功夫去专严 希望说也找到一些方法 可以让小朋友的一些 过敏的情况可以 先提早把他们预防掉 让他们可以改善 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 听说现在每一年 还是会到美国再去参加 有关于所谓的这个 过敏专科的一些研习 是不是 对固定我们都会 会出国去进修 然后顺便去学一些 比较新的一些东西 把它想说可以 有机会可以让我们的一些 这个国内的一些 一些过敏的人 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新的资讯这样子 目前得到一些比较 就是显著上的一些改变 或者是说在国内外的一些经验 有没有哪一些东西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像前年吧 前年我们去美国开会的时候 那其实就有一声 提出来就是说 对于失误过敏的人 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做法 像在美国他们的 失误过敏 特别是对化身的过敏很严重 那当然是美国一个地方 他一年死在化身过敏上 可能将近快两百多个 哇 对啊 所以他们 他们几乎每个地方都问你说 你对化身有没有过敏 那个问卷啊 这个都要写的 所以他们的认为说 就是既然 既然对失误过敏的人 这么严重 所以是不是应该有些东西 让他们可以随人携带着 比方说 如果今天我是对化身过敏的人 我要出国了 可是我去了一个 比方来台湾 我吃了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化身的食物在里面 但是我吃了 糟糕过敏发生 那时候怎么办 所以他们有一个比较性的东西 就是一个 一个那种 系带系带型的一个注射笔 他做的像笔状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 你只要带着 其实有点像是气喘 他们真的 比方说他必须随身系带 让气管扩张 那样子的一个 等于说随身急救的 这样子的一个用品在身上 设计里面就是也是像在 我们正在气喘的部分 他会有一些那种急性的 一些气喘的药物 他们需要随身系带着 有传的时候 他们赶快可以 先吸个几口的药 让这个症状把它舒缓下来 所以其实这个国外 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了 那台湾呢 台湾其实这个药 其实稍有劲 可是比较 比较奇怪的是 台湾的进口的药 它是变成专案申请 然后把它放在 医院的急诊室里面 所以就是说 一般的这一些的 真的是对食物过敏的 比较严重的过敏的患者 他没有办法拿到 这类的药物 他被人押到急诊区 才能够拿到这类的药物 但是如果你是 这个中间的这个往返 有时候可能 可能有一些状况 情况发生的时候 其实就会 会不会也是需要 那个黄金紧急救援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应该 观念上应该改变就是 包含说像这种 比较严重的这种 这种过敏的一个情况 只要医生处方 他们就可以去药局 买一只药 然后就放在家里面 像国外他们就是放在 像在厨房里面 就随时放了一只 如果小朋友过敏症状 爸妈知道怎么处理 他可以先 先遵到医师之前 交代的一些处置法 对对先急救 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可以减少一些 后面的一些 一些可能发生一些 更严重的状况 那台湾在这个部分的法令 有没有可能有机会是 可以被通过的 或者是说 对其实只要 只要我们的这卫福部 他把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放宽 对对对对 限制把他放宽 包含甚至连像 像这我们的救护单位 或是消防单位 他都随时备着 有些时候像 像比方说 我们之前有听过像一些 在山上被蚊虫叮咬 或是被这种蜂类攻击 其实这个药物都对他们 对这类的情况 都是一个紧急的 一个救护的一个方法 因为有时候必须讲就是 发生事情的地点 他其实离医院 离急诊室 其实他是有一段时间的路程 对对对 那这个黄金的救援期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于 那个救命的 那样子的一个工具 要随身要拥有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 其实卫福部 能够放宽这个条件 对对对 然后让医生能够跟这个 我们的这个病患的家属 可能大家达成一定的共识 医生有处防签 那表示他是合格可取得的 那其实真的在该要用到的时候 其实真的也不会守处无措 对没错 OK 那当然这是国外取经的一个经验 现在每年 依旧还是每年都会去美国一次吗 对是的 像像今年的话 我们去的话 就有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就是 对 在将来已经有可能 我们的过敏的这个情况 可以用像疫苗方式 来做一个预防 所以过敏是有可能可以有疫苗的 对对对 就国外的他们的一个 一个研究单位 一个大学研究单位 他们针对像最常见的 塵满 这一支过敏原 他把它做成一个疫苗 疫苗的一个药物 是 那在实验的动物上面 他发现这个疫苗打下去之后 这些动物 对对对对 对于这个塵满的过敏的反应 可以 可以有大幅的降低的这个效果出来 所以即将有可能是在国外 会先核可上市 有可能在未来 就是五到十年之后的一个时间 有可能他可以研发成 人类可以使用的疫苗 这个上市的情况 这个对于很多的 我们台湾的家长朋友来讲 其实真的也是可以被期待的 因为其实真的台湾的小朋友们 我相信每一个人 其实我刚刚还在跟网医师在聊 说我觉得我儿子 其实真的就是标准的过敏儿 这早上起来 他也许不是感冒 也没有其他的症状 可是其实身边也有很多 比方说他幼儿园的 这个班上同学的妈妈 爸爸也都在聊 每一个人几乎都差不多 早上起来一定先打喷嚏 然后再来有可能就挂一条鼻涕 在这个地方 但是问题是过了早上 起床的这段时间之后 他的生活作息其实都很正常 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是很明显的 过敏的反应 对 这个症状就是很典型的 这种过敏性的那种 这个鼻炎的这个反应的情况 那如果我真的想要得到这些资讯 听说网医师你也特别成立了 所谓的这个过敏儿的一个粉丝团 是不是 是的 在上面可以有什么样的资讯 可以取得 对 因为之前是很多的 就是来看诊的一些爸妈 他们对于过敏有很多的 想要讨论的一些问题 那你也知道 因为在台湾我们的那个 一个门诊可能都要看很多的病人 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 每一个爸妈都好好的跟他们讲 所以我就跟他说 没关系你先加我的粉丝团 你先看一下这些过敏的一些 里面的一些文章 那有一些新的东西 我会把它丢上去 让这些爸妈去讨论去分享 那如果看完之后 你觉得有些东西 你想要再特别进一步 跟我讨论的话 那没关系我们就 在每一整时间 我们可以花一点短短的时间 做一个讨论 那帮助爸妈可以去了解说 怎么样去把他们小朋友带你 去让他们可以这个减少 甚至摆脱过敏的一些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粉丝团的名称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 就是那个 那个别怕过敏的一个过敏之情 别怕过敏而 然后大家可以上去这个脸书上面 稍微搜寻一下下 那当然可以看得到这个王医师 他所发表的一些文章 然后也可以看得到王医师 也可以跟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朋友 来做一些互动 那有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各位 我们其实真的 房间也听过有很多所谓的 你要喝那个 你要吃那个 你过敏要怎么样 好像听到有很多的小小的偏方 但不见得都是正确的 那其实真的就可以上这个 我们的王医师的粉丝团 上面其实都有很清楚的一个解答了 好 那我们先暂时聊到这里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呢 再跟王医师来聊聊 为什么说台湾的过敏儿 真的这么的多 到底过敏的反应是什么 要如何来判断自己的小朋友 是不是有过敏的现象呢 等一下马上回来 好 那么回到节目当中 其实真的台湾过敏的人口 真的很多 不管是这个小朋友也好 大人也罢 那其实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说在台湾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 可是过敏的人口的比例 会这么的高 是跟环境有关吗 对 因为第一个台湾 在牙勒带的气候 所以它因为高温潮湿的环境 很容易会造成 我们叫做这个塵蚌跟霉菌 这两个过敏的 大概第一名 第二名的这个 这个增生的情况 对 那这再加上 这个空气的一些污染 最近很红的这种P2.5的问题 对 水的污染啊 甚至 连我们的食物都出状况 所以这些很多的因素 去引导 这要导致 现在小朋友的过敏比例 确实我们发现 是真的是越来越高的趋势 那可能很多人也会问说 这个是不是我过敏 我的下一代就一定会过敏 是真的有遗传的这个基因吗 家族 对 过敏跟遗传的比例还蛮高的 我们发现说 如果爸妈其中一个有过敏的情况的话 小朋友大概三分之一的机会 就会有过敏的机会 那如果两个都有过敏 大概就将近 快要80%的机会会有过敏 那很有趣的是 还有大概 大概20%的小朋友 他们爸妈这边都没有过敏的情况 可是他就是偏偏 从他开始就开始有过敏的问题出现了 所以这个环境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会把过敏的问题把它优发出来 是 那很多人可能在讲说 那如果真的要预防的话 是怎么样能够来 就是做最好的一个预防 就是万一不小心生出来是 是我们当然希望真的在怀孕的时候 可能真的连孕妇可能就要做好 这方面的一个预防的工作了是不是 对 就是像我在书里面有提到说 在针对孕妇的部分 他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来着手 改善这个孕妇的一些过敏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 我们会希望爸妈在怀孕之前 可以先做个过敏的检测 先确定自己是不是 过敏体质的这一块 这个族群里面的情况 那如果说爸妈都是过敏的族群的话 那就表示是小朋友就是很高的风险性 他会出生就会产生过敏的情况 所以在怀孕的当中 我们会希望爸妈 就特别是孕妇这一面 可以减少他自己发作过敏起来的机会 因为在小朋友在妈妈肚子里面 这个环境里面如果 充斥到处都是这一些过敏的 这一些这一些的物质的话 对他的这个免疫的 这个发育的初期的部分 是一个比较强的这个刺激 那所以他在出生之后 他的这个表现对过敏的表现就会比较强 那这个时候很容易 他就会让他过敏的体质 就提早就会发生出来 那如果说真的 我们自己如果已经做了这个检测 然后也怀孕了也确定自己其实真的就是 所谓的过敏的这样子的族群 你除了预防以外 要怎么预防 其实这个感觉起来好像 这个也不能吃 那个也不能吃 然后住的环境一定要这个一尘不染 是这样吗 其实并没有到这么严格的 严苛的情况 对但我们就希望说 孕妇是在一个 比较低敏的一个环境的情况 所以像食物方面我们都会建议 像孕妇尽量就是减少一些 他们曾经吃过会过敏的问题 那当然要先把它避开来 是 那第二个就是 他如果说这个环境当中 有一些东西会 诱发过敏的 像比方像我们刚才讲的 像布沙发 这个布的这个窗帘 或是地毯这些东西 把它移除掉 然后就是定期的一个清扫 跟做一个 做这个厨师的一个环境 让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些过敏原 可以降低下来 OK 好我们有一张就是孕妇 这个低敏的饮食提供给大家 如果说现在真的在电视机前面的 这个观众朋友 您自己本身 现在其实真的就有宝宝了 那也是在怀孕期间 好像有一些低敏的食物 其实是可以建议给他们的 对不对 对 所以像第一个 就我刚刚讲的就是 自身有这个过敏 曾经过敏过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避开来 那第二个就是 一般我们所谓的 所谓高风险的那种过敏食物 像你们讲的像牛奶 或是海鲜 或是甚至像水果类的 芒果这些东西 其实你不用刻意去避开 对 正常的摄取这个都OK的 是 因为基本上是不会过量的 OK 再来 然后第三个 我们会非常建议 就是孕妇多摄食像 这个糙米佩亚米 多苦类或是全麦类的 这些这些的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来讲 对孕妇第一个本身的营养的 这个苦类摄取很好的 那第二个 它本身会有一些 益生子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的 一些过敏的情况 也可以改善 对 然后像这个 新鲜的蔬果做摄取 是 那一方面 当然可以补充一些 维他命B跟维他命C 那孕妇变漂亮 那第二个 这些的这个 新鲜蔬果里面的 这些的物质 它可以把一些 我们叫氧化剂的东西 去除掉 那它也可以降低 因为过敏发出的 这个情况 对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加工类的食品 跟有含反式脂肪的食物 尽量就是孕妇一定要避开来 对 因为这个东西 特别是反式脂肪 我们发现在孕妇跟 甚至在怀孕生产之后的 这个剥乳的情况 对 这些反式脂肪 它都会透过乳汁 影响到小朋友的情况 所以 这个反式脂肪的 这些食物 一定要把它避开来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真的 尤其是孕妇 其实在怀孕的过程 因为它其实是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期间 所以有一些 加工过的食品 就是说它已经失去了 食物本身的 原貌的食品 这个部分 我们就尽量不要吃 新鲜的食物 然后再来 反式脂肪 是不是稍微可以看一下 如果比方说 真的有些孕妇 可能真的 就是胃口会变 突然觉得 好想吃饼干 好想吃蛋糕 是不是要稍微看一下 因为现在其实真的 我卫福部也特别规定嘛 有些食品 它的标示是要很清楚的 写反式脂肪的部分 对 因为现在新的规定的话 就是所有的这个 食物的这个添加物的东西 都要标示在我们的 这个食物的这个成分表里面 那我刚刚跟这个孕妇讲 只要你翻开食物表 你后面看不懂东西越多 就先不要吃 对 因为它都是 你看得懂的东西 都是天然的成分 那基本上就比较安心一点 OK 所以是从最近 就是这一两年当中 其实胃腹部 就已经有严格规定了 所以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 就稍微看一下它的包装 然后再来最后就是 补充有益菌 就是益生菌 也是有帮助的 对 就是研究发现说 适当补充有益生菌的话 对于孕妇本身的这个 过敏的情况 是可以把它 潜出降低下来 那对将来宝宝的这个 过敏发生的机会 它也会有一些帮助 那益生菌的选择呢 因为很多人可能讲说 哎呀你们说要补充有益菌 可是经过了胃 然后胃酸 然后温度 它可能真的到达肠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会这样吗 对 这其实益生菌的部分 我们常常会建议 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 第一个尽量选用比较多菌种的 多菌种 也就是说如果单一菌种的话 它通常经过胃酸的这一些的 这一些消化 它很容易就会被代谢掉 那所以我们会建议 第一个多菌种 那第二个就是 它的这个单位的 含量要尽量高一点点 就是它的菌种要多 而且它的菌素要够 那这样才能够 让它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肠胃道里面 把它 带久一点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益生子的部分 这些细菌要能够活得健康 它需要有一些它的养分 跟它的 它的这个这个这个燃料 所以我们就会怎么说 新鲜蔬果 它也是可以提供 很好的益生子来 帮助益生菌的这个 这个生长的部分 那当然其实真的正常的作息 然后这就是 你们在怀孕准备 要怀孕之前 可能夫妻双方都要去做一个 这个筛检 去检查自己到底是不是 对什么哪一类的食物 或哪一类的环境 其实是有所谓的过敏的 这样子的疑虑也要特别去做一下检查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 如果现在真的有孕再生的 这个可爱的美丽的孕妇们 要特别注意了 好 那很多人可能在讲说 真的 现在其实过敏性的鼻炎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有 不管是小朋友也好 大人也好 其实过敏性鼻炎 跟吃也有关系吗 跟吃的也有关系 因为通常我们叫做 这个过敏的反应 就是过敏三兄弟就是 常常会跟我们的气喘 跟鼻子的过敏 还有跟皮肤的异味性皮肤 这三个很容易常常会在一起发生的 所以如果长时间的 这个吃到我们这种高过敏性的东西 这个它诱发我们的过敏体质出来 那在我们的呼吸道上面表现 过敏的气味也会增加 也会增加 所以这个就是气喘 就是说过敏的三兄弟 他们通常这三种症状都会伴随一起出现吗 还是说它是单一单一的出现 一般来讲就是 个别出现的情况会有 然后比较严重的小朋友 通常会合并三个一起出现的情况 比例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是不是真的在我讲的 有哪一些症状是可以提供给家长朋友 来做一些 就是说我要去判断我的孩子 是不是真的所谓的过敏儿 有没有哪些症状是比较具体的 比方像我们举例像这个鼻子过敏的话 很简单就是早上起来 就是会先打斑地 然后随时就有那清的鼻水 会挂在鼻子这边的这个情况 OK 然后他小朋友会有一些习惯性 他会用这种细鼻子的动作 这种细鼻子的动作的一个表现 那甚至连有时候 晚上莫名其妙就发现 他就是会咳嗽会叶咳的情况 那这些可能都是爸妈叫醉 他可能就是有过敏的一个 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表现 因为不见得是感冒 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小朋友咳嗽 我们就你知道当爸妈的 就是身上的雷达就会起来了 就会想说你是感冒吗 有时候不是感冒 其实是过敏 对 因为感冒通常会伴随一些症状 像比如说发烧啊 肌肉酸痛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 这种有一些发炎的一些反应出来 那如果小朋友白天好好的 晚上突然就咳个一两声 那不太可能会突然之间感冒的症状 发出起来 那大部分来讲 是过敏的机会的比例就非常非常高 那这对很多家人朋友来讲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确定的话 那当然可以先带去给医生 先做一些评估一下 那如果医生跟你很明确就是 跟你确定说已经是小朋友过敏的情况 那其实你就要开始去做一些 我们叫过敏的预防措施 就是来把环境中的过敏 把它赶出去 OK 好 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大家 这个观察一下小朋友的作息 如果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能莫名其妙突然会咳个两三声 有时候其实不是感冒 而是因为过敏的关系 那早上起来那更明显了 就是可能一起来 你会发现说奇怪 就是在上学前的这段时间 他就突然会咳咳咳咳 然后可能就挂了笔涕在脸上这样 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标准的一个过敏儿 他所呈现的一个反应了 对不对 没错 好 那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再继续请王医师 好好跟我们聊聊 就是针对所谓的这个过敏儿 我们应该当家长朋友的 应该要怎么样来对付 这样子的一个过敏的源头 同时要如何改善 我们的环境当中的一些过敏源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好 那么回到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对过敏 这两个字觉得说还好啦 感觉它比较没有那么的深切的 或者是说急迫性的影响到 你的生活作型 但其实真的如果过敏不好好的处理 它也有可能 比方说小朋友是不是更容易感冒 或者是说他可能过敏严重的话 可能会导致所谓的气喘的发生 是不是有这样的疑虑 确实如果平常过敏的问题 没有出料的话 我们叫做这个呼吸道的这一些的 这个容易这个灾染病毒 病菌的机会就会增高 所以过敏的小朋友 真的你就发现他生病感冒的机会 会比一般的小朋友要来得多 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了 不过你也有一些这个数据显示 好像在城市居住的小朋友们 比在乡村当中过敏的这个比例 还要更高对不对 对 这个台大院这个2006年 他有做一个过敏的检查 发现真的在城市里面的小朋友 过敏比例 竟然比在这个比较乡村地方的 这个过敏的比例 要高出两到三倍 你看一下 比方说气喘就好了 台北也是15 这是属于都会嘛 对 然后高雄也是15 那你会发现 其实真的在花莲 这个花东台湾的净土 对不对 就只有5% 然后再来就是过敏性的鼻炎也是 台北最高耶 因为是盆地的关系 潮湿 潮湿气候再加上这个 密度 密度 很多 那整个我们的这个 空气囊子的情况 比较严重 你看台中 其实相对来讲 就几乎快少了 快一半了 然后再来 花莲也只有15 再来异味性皮肤炎 台北的部分是6 然后再来台中是4 高雄稍微严重一点 但其实真的 在花东的部分 其实真的就是最低 所以真的有这样 城乡的差距 所以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讲 那个搬离台北就好了 其实好像也有点道理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 这有些爸妈说 是不是要孟母三千 要为了小朋友 搬到比较乡下的地方去 对 但只是说 在台湾因为 因为我们的这个 人口密度实在是太密集了 除非你真的就是像 刚刚主持人讲的 要搬到花东 依然这边去 你才能够好山好水 小朋友的过敏才能够 比较减少 不然如果在大都会去 基本上过敏的情况 都还是蛮严重的 好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相信 其实真的有很多的 家长朋友说 我可能也没办法 因为可能真的 他自己本身就在这个 都市当中途生途长 然后或者是自己的爸妈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小朋友 就学的一个资源 他也可能觉得说 城市可能 可能会稍微资源多一点点 他没有办法 立即的搬离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从源头开始 很多人在讲说 如果当你怀孕 然后生小孩 就喂母奶 母奶是不是真的就是 有很多帮助 所谓的这个过敏 而产生过敏的一个状况 母奶是不是帮助很大 对 母奶其实是小朋友 这个应用最好的一个食物 如果这个 妈妈能够坚持 喂母奶 最起码第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说 喂到六个月 左右的时间的话 那对小朋友 baby来讲的话 因为他透过母奶 他可以 可以这个一方面 得到他的 他必要的养分 那第二个 透过母奶 他可以得到 妈妈身上的一些 那这东西 刚好是 他可以针对我们的 这个外界的 这个 这些的这个 这个病毒 细菌 最好的一个抵抗 所以其实 我们就很多的医院 都会鼓励很多的 妈妈朋友 其实真的就是 要努力的喂母奶 对 其实是真的有 这样的根据 里面除了有 可以增加宝宝的一些抗体 然后再来 其实母奶对于所谓的 这个过敏源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刚刚有说 其实最好味道六个月 对 那市售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所谓的什么 低敏 低过敏的牛奶 或者是什么 就是 针对过敏而 而研发出来的 所谓的那种 应该是说 这个不管是 是副食品 或者是奶粉 这个是有帮助 主题问到这种 就是我们 一般市面上 所谓的这种水解蛋白 这类的 那个低敏的奶粉 对 那它的原理就是把 牛奶里面的这个成分 把它切成小分子 让这个牛奶的 这个大白质 变成比较小的 这个小分子 或者是这个 氨基酸的这种成分 那这样子可以 降低这个 这个牛奶过敏的 这个情况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会认为说 这类的这个 这个产品 比较适合是 会对牛奶 奶蛋白会过敏的 这类小朋友 它的帮助比较大 是 也就是说如果是 一般的小朋友喝 都一般的配方奶跟喝 所以蛋白 其实它 之后会发生过敏 机会就没有显出差异了 OK 好 那很多人也在讲说 好像牛奶 听说是 很多的东西的过敏源 但是很多人在想说 不喝奶不行啊 那我又没有母奶 然后这个 是不是让它喝羊奶 会比较好 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对 就曾经我们在 我们的这个门诊里面 有妈妈就跟我说 那他对牛奶过敏 那是不是改成 羊奶 会不会好一点 那结果他回去试了 之后发现 他很不幸 他就是 对羊奶 也会过敏 也会过敏 所以我们发现说 对牛奶过敏的 这个族群的小朋友里面 大概将近三分二左右 对羊奶 也会过敏 那怎么办 他们两个的成分 是很接近的 所以像这类的小朋友 他可以选择 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就是豆奶 就是大多做的 这种豆奶的产品 也是个考虑 那不然就是 我们就要建议 他要去买这种 完全水解的这种奶粉 他就是比较 特别配方的奶粉 那他才可以 把这个过敏的情况 把它把它控制下来 那如果说真的 比方说是 正在哺乳期间的 这些这个妈妈们 新手妈妈们 那有没有建议 这些正在哺乳的妈妈 应该要怎么吃 然后可能 如果让小朋友 比较健康一点 然后甚至远离 所谓的过敏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哺乳的妈妈 一样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他叫 尽量摄取是天然的食物 不要吃这种 加工食品的东西 那第二个就是 他针对这个 这个过敏的东西 还是要做个区隔 曾经过敏的东西 也是要把它避开来 对 这个原则还是要 大原则还是要记得 那第三个就是 他如果说 比方说 有一些需要服用药物 什么的话 这个部分我想要 跟医生做讨论一下 我们今天会建议 安全性的药物 避免说 这个爸爸受到 这个妈妈的影响 的部分 那小朋友 其实真的到了 所谓的这个 因为有些人讲 四个月 有些人讲六个月 就是可以开始接触 所谓的一些副食品的时候 那副食品的部分 应该怎么选择 会比较好 只是现在我们的 这个观念来讲 就是包括小孩 可以学会跟小孩 可以学会 我们的观念就是 小朋友的副食品 可以开始早一点 可以再早一点 以前的观念是 我们觉得六个月开始吃 可以 那现在我们的观念就是 四个月其实就可以开始 做尝试了 慢慢一点 单一的食物 你或者是 那一开始小朋友 其实不用 特别强迫说 要吃多少量 就是让他去做一个尝试 所以可能就是 准备一两汤匙的 这种量就可以了 OK 先让他真的 咬一咬那个味道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 有特别帮各位 做了一些紫卡的准备 就是稍微少量 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过敏的 现象的时候呢 对 我再补充 就是我们这一开始 所谓提升食物耐受性的 添加法就是 我们会建议就是 少量多样 也就是说 一次的量 你可以准备大概 两三样的食物 然后去做添加 这个目的就是 帮助 第一个帮助小朋友 去训练他对食物的一些 耐受性的反应出来 那第二个就是 也不要让他 一直都是吃同一种食物 对 就是可以增加他 对这种食物的一些 一些味觉啊 敏感性的这种 这种调试的部分 对 那如果万一在这个当中 知道有过敏的情况的话 怎么办 所以我会建议爸妈就是 你们在天下副食品的时候 你随手记一下 或者是很简单 现在手机都有拍照的程式嘛 你就把这一餐组的东西 你先拍起来 然后做个记录 你发现有过敏的东西 的话 你先把这个东西 先停个两周 对 两周之后你再加进去 再喂看看 如果发现小朋友还是 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出来的话 这过敏反应包括像 可能他会开始去抓脸 脸上有一些疹子跑出来 甚至还有一些baby 他会用这个 很容易这个肠胃的脏器 会吃了就会吐出来啊 这些的情况 或大便的颜色有改变 这个情况的时候 那就停掉 等到他一岁或一岁半的时候 再来添加就好了 OK 那当然这个加工的食品 其实是过敏儿的大忌 这不要讲过敏儿 是一般儿童的大忌 这个加工食品 其他包括 这个所谓的糖果 这种高比例的东西 因为他只要在 在他的制作过程当中 他有添加一些 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色素 使用色素 或者是一些调味剂啊 甜味剂 或是像带糖类的东西 其实对小朋友来讲 都是容易会诱发过敏的情况 这些其实爸妈就有警觉 是不是副食品方面的一些问题 导致他的一些 一些肠胃道的一些症状 就开始出现了 那如果过敏的现象 真的比较严重的话 小朋友适合用药吗 我们的原则其实是 严重的情况两种 第一个包括像 所谓的这个过敏性的 这个气喘的部分 如果小朋友已经开始 有一些呼吸道的 阻塞的情况 这时候就还是要 适当用药物来 舒缓他的症状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针对皮肤 有过敏的情况 那他过敏很严重 是我们曾经看过那种 抓到已经起水泡 对 已经破皮 已经有一些感染的情况 那这时候还是需要 用到一些外用的药物 来做一些处理 帮助他的一些皮肤状况 把它舒缓下来 OK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建议给予 药物的治疗 那如果一般像我们讲的 鼻子过敏的一些问题 他其实不建议 需要使用到药物 那可能我们建议 先用环境 或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生活事物方面 去调整 去让他过敏的问题 把它先控制下来 好 当然其实真的经过 所谓的小儿科医师 他们可能在这个 baby在用药的时候 他们其实针对于这个剂量 他们也是会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 所以其实很多的家长朋友 也不用特别过度的担心 但是可以好好的观察 如果小朋友可能 真的吃了某种食物 或者是说这一餐 吃了哪一个 你添加了一个 新的一个 不一样的成分的副食品的时候 他可能会出现所谓的 痒的症状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家长朋友 就可以把它稍微记一下 到时候再带去给医生 看的时候 看诊的时候 其实也能够成为一个 很好的一个参考的指标 好 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再继续聊聊 过敏儿应该要怎么处理 好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其实真的家里 如果有过敏儿 其实有时候看到小朋友 就是鼻子不断地吸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皮肤不断地抓 其实当爸妈的都很心疼 对不对 那尤其是其实 因为我们刚刚就讲 环境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 尤其是塵蚌 是不是真的家里的 这个所有的过敏源 大部分是来自于 所谓的塵蚌 对 我们这个研究发现 塵蚌大概占了 这个台湾的过敏儿里面 大概将近80%以上的 这个过敏的指数 所以也就是说 环境当中 因为刚好台湾是这种 比较高温湿热的环境 那一般来讲就是 大概20到30度 或是湿度60到80 这个就是塵蚌最喜欢的环境 所以就是台湾这种环境 基本上跑不掉就是 那个塵蚌 就会不断地不断地升 真的是很糟糕 那很多人也在讲说 那怎么办呢 这个我的床单 也是每个礼拜在换 那枕头套也是每个礼拜在换 可是它还是过敏 这个应该怎么办 从环境开始着手 对 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 有些我们的爸妈也是 说我每个礼拜都换 而且我还买了这个 防蚌的 还套两层 可是它是过敏 对啊 所以 确实国外有研究发现 就是 防蚌寝具的一个研究 它认为说 这个 它可以降低 塵蚌的一个破路的机会 可是它似乎对于 过敏的改善 没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问题就是在于说 因为预防过敏 不能够只考一招 打天下 你要很多招一起用 才有效果 所以除了这个 床单啊枕头套啊 背套这边的塵蚌处理之外 你还要处理其他问题 比方说像 家里是不是有铺地毯 地毯上面 塵蚌也是会一直长 窗帘 对 是不是布窗帘 那是不是要把它换掉 然后如果你是布沙发 布沙发 对 那个塵蚌的 增长的环境 它也是很开心 一直在里面长 所以这些环境 中的细节 其实都还是要注意的 很多人可能在讲说 它塵蚌要怎么样 能够让它消失 是不是温度对它来讲 其实是最重要的关键 高温是不是真的就可以 把塵蚌稍微 能够把它数量减少 对 我们会认为说高温跟低温 这两个温度 都可以来杀塵蚌 所以高温就是比方说 家里的衣服 衣物 或是床单 洗完之后 可以再用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烘干机 对 稍微再烘一下 对 再烘一下 用高温的方式去把塵蚌 把它消灭掉 OK OK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觉得这招 是非常好用 就如果你家里 没有烘干机 你就想说 哎呀怎么办 我家里有过敏痕 然后那个 那个床 患下来的床单 对 它是干了 太阳晒已经干了 可是我还要想要 更进一步让它高温 能够减低那个塵蚌的数量 它就把那个床单 放在塑胶袋里头 然后呢 放在哪里呢 你把车子开出去 太阳底下稍微 密闭式的空间 在车内的环境 大概半个小时就好了 喔 马上回来 阿姨不会吹有吹 就是完全就是 是不是这个也有用 温度的部分 对 这个如果是像这种 这种这个时候天气出去 在太阳底下晒个半个小时 应该八九十度温度 应该是可以 应该还不错 好 提供给大家 要做一个参考 是真的有用喔 当然其实真的 除了这个环境上面 我们要尽量减少塵蚌 因为它喜欢的就是湿啦 就是湿气重的地方 比方说可能小朋友的 你睡觉的时候 小朋友流个口水啦 或者是流个汗啦 它一个潮湿的温度 它可能塵蚌的滋生繁殖力 它就真的喜欢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好 那真的 除了防蚌的一个这个绝招以外呢 现在其实这包含家具 听说也有所谓的防蚌的家具 这个效果大吗 对 现在目前的这个家具 它会强调它们做防蚌的处理 但是我们会强调 第一个还是要看 家具本身的材质 它如果是这种布的 这种沙发的这种布料 做的这个家具的话 因为通常来讲 都是使用一些防蚌的一些喷剂 去做处理 那它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它的这种 这个使用的期间 可能很快就会 这些的药剂就会消失 它是有期限的 对 它有期限 第二个是 这一类的东西清洁不容易 所以你在一旦外面 这些防蚌的这些处理 消失了之后 它有可能还是会 会让这个沉门 继续在里面生长 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 回归到我们就是最基本的 比方说你用一些 用一些木制的 的东西来取代 或者甚至 连皮革沙发 都会比布沙发 要来得好一点 因为它毕竟 层门比较不容易通过布沙发 那个皮革的部分 对 去影响到 那现在其实真的在坊间 其实也有那种 除沉门的 除沉门的这个 专业的人士 到你们家吸沉门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有效吗 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 哇 那个真的 然后吸出来的那个 这个我们叫吸尘器好了 那个沉门机里面 满满的全部都是灰尘 然后就想说 我家有这么脏吗 那个到底有没有效果 曾经我们家曾经 有两个业者来做过示范 做过示范 对 做过示范 然后我后来把那个 它是那个吸下的东西 稍微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它其实里面 大部分吸出来的应该是棉屑 棉屑 棉屑 对 应该是棉屑 因为沉门我们是看不到的 对 沉门需要用到那个 那个显微镜下去看 才能看到沉门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家有那个 经济许可 你当然买一支那种 可以除沉门的吸尘剂 每天都去吸 那当然效果会不错 是 可是如果你没办法 做到这么 这么勤快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不如你还是 乖乖地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包起来 不让它出来 做过来反而是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 那您自己本身 因为自己家里就有过敏儿 然后自己本身也是过敏儿 然后太太也是 然后这个爸爸妈妈也是 您自己家里 除沉门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家的话 我们家有买一台 那个除沉门的那个吸尘器 对 那就是 就是每天我 我太太没事的时候 她就拿沉门去吸 也吸床单 吸沙发 吸这个枕头套 这些全部都把它做一次处理 它做完处理之后 就是再把这个房门的这个 这个套子把它套起来 OK 她就是她觉得 多做总是 会有帮助 会有效果 会有效果 OK 然后像刚刚主任讲到的 湿器的部分就是 我们只要小朋友出门的话 我们就把湿器开着 让它在室内 全部把它充分关起来 让它煮湿隔三四个小时 把里面的 把那个湿度把它降低 好 好 所以其实这个沉门 真的 眼睛看不到 可是真的很恼人 然后也是很扰人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除了就是 家里的居住的环境 你的湿器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床单等等 你要勤换以外 那别忘了 就是当你这个床单 枕头套 然后这些 其实真的尽量能够在 要收回来的时候 再经过热处理一下下 可能真的 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那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家里有过敏儿的家长朋友 这个王医师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要给他们 要如何照顾过敏儿 首先我还是会建议爸妈 就是第一个 心态上要比较正确一点 就是针对过敏的 这个过敏儿 其实只要我们有用心 去照顾小朋友 是 然后不要太过焦虑 其实小朋友的过敏 是都可以 一定可以得到一个 不错的控制 运动对小朋友来讲 是不是也是一个 能够让这个过敏 稍微能够 这个降低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 运动的部分 确实有在运动的小朋友 他过敏的机会 他就会降低 所以 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 就是像这个夏天 爸妈可以 比方说早上一点 或是比方要傍晚的时间 带小朋友出去运动 一方面避开 这个阳光这段时间 比较强的时间 那运动的话 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个系统更完善 那所以针对过敏的一些反应 他就可以降低下来 那很多人可能会在讲说 现在其实真的 大家都会讲说 哎呀当你怀孕的时候 家里有养猫的啦 有养狗的啦 可能最好把他们送走 这关键对吗 其实我要帮很多家里 有养毛小孩 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家人 那其实国外曾经做过 有统计 如果小朋友 其实从小他是跟动物 一起长大的 他反而抵抗力强 而且过敏的几率 是稍微比较低一点 这篇是不是要 黄医师有跟什么 对这个其实 在一届就有两派的说法 第一派是农场理论 他们认为说 小朋友跟这个猫狗啊 或是这些动物 都接触的话 确实他长大之后的 过敏的一些机会 会降低下来 可是另外一派的认为说 如果说你的环境 不是那种 比较开阔式的环境 就是比方说像 台湾这种 比较公寓啊 这种比较狭小的环境 那在这环境下里面 如果猫狗跟人类 生活在一起的话 这些猫狗的一些 这个刺激 反而是会让 小朋友过敏的问题 会增加 所以你说 你说这个养毛小狗 到底是能够 帮助小朋友 减低过敏 还是让小朋友变恶化 其实现在 在我们一届里面 其实两派还在吵 对 两派还在吵 但是我会觉得说 其实看小朋友的症状 如果说就是 小朋友有些很明显 就是他只要一接触猫狗 他症状就会发作起来 那我觉得爸妈 其实就应该当机立断 可能就 可能猫狗的部分 就还是要 请别人养的部分 那如果 小朋友跟猫狗 生活在一起 他们都没有发生 什么过敏的问题 那就继续养没问题 好 所以其实这个 以我们家为例好了 其实真的 我从来没有间断过 养狗这件事情 那 其实当然也会听到 有很多的人说 啊 怀孕了 然后可能真的就把 这个 跟你生活在一起 很多的这个 可爱的毛小孩 可能就要送走 这样子 其实大家这一点观念 要稍微稍微更正一下下 然后如果说 你要养宠物 那当然没有关系 但宠物本身要干净啊 你也要定期帮他洗澡啊 对不对 然后他的环境 其实真的也要尽量舒适 那当然其实真的 就像王医生说 还有另外一派的说法 当然你的这个 密闭式的空间 稍微比较狭小一点点 但你可能真的 也因为小朋友接触到 所谓的这个毛髮的问题 可能会稍微有一些 过敏的现象出现 这个时候再来考虑 那当然其实真的 我们真的都希望很多的小朋友 尤其是在台湾的过敏儿 当然我们今天 讨论了这么多 第一我们要减少 城阪的数量 然后再来就是说 自己的爸爸妈妈 你对于小朋友 在吃的东西 用的东西 甚至于他的寝具 真的要勤更换 那当然其实真的 就能够相对的 对于所谓的过敏儿的 这个症状 能够稍微的舒缓 那最重要的就是 有任何过敏的现象 如果真的真的 比较严重 影响到生活作息的话 寻求正确的医疗管道 这才是真的 最正确的一个方法 今天也非常谢谢 我们的王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你 好 谢谢 希望台湾过敏儿 越来越少好吗 也祝福大家健康 别忘了生活快乐通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